士林觀光夜市 棋樓人擠人 柱子上掛滿衣服 帽子眼鏡 通通拿來賣 黃金店面人人搶著租 搶不到的就只好把目標 對準門口的兩根柱子 它是5萬 當然它都這個價錢也好 沒聽錯 想在士林夜市擺攤 光一根柱子 一個月居然要價5萬元 士林夜市租金行情有多夯 光看旁邊整條文林路就知道 棋樓下的兩根柱子 月租行情驚人 而一個店面 通常可出租兩根柱子 為了維持攤商和諧 都會限定不重複的商品 女裝不行嗎 因為我們隔壁攤是賣女裝的 所以這個要先跟你講清楚 不要到處理說你要變 變男裝沒有關係 租柱子擺攤可不是想擺哪就擺哪 範圍用地磚算 以10塊地磚為限 會被開單嗎 隨便當然會有開單 一定會開單的 所以說看碰到的警察是 兩攤開張或三攤開張 其樓下擺地攤不管是地上還是柱子上 只要違規就得持罰單 一根柱子或一面牆都得花1200到1500的新台幣 柱子攤商還有另一個潛規則 一張罰單大家一起談 像一些大平台他們一定會把柱子租下來 因為他們要門口乾淨 甚至要讓柱子打廣告的 像一些比較小的店家因為成本考量 所以他們會租裡面 那外面的柱子還是讓房東改居住 就是因為一間食品大的店面租金30萬元 不少商家乾脆出租店門口的兩根柱子減輕負擔 市民夜市商機無窮 導致情況越來越普遍 經常移住難求 但犧牲的卻是民眾的公共空間寸步難行 記者劉氏偉章說於台北採訪報導